佛的教学法 传到中国来之后 如接受了 道接受了 这是什么理念呢 教学理念 皆定会三学 应皆得定 应定开会 学什么 学会 目的是学会 会怎么来的 从定来的 不是广修多文来的 与广修多文不相干 那四红十月 主要记住 那个意义很深 是指我们修复一条道路 第一个 你发现 法菩提心 众生无边十月度 这就是法菩提心 这是一个动力 你为什么走这条路 这条路什么力量推动的 世间人 是明力推动的 佛法不要明 不要力 你为什么会 金金不谢 动力就是 我发愿 我发愿要普通 这个力量 太痛苦 怎样才能够完成 这第一愿 众生无边十元度 投一个要有德行 没有德行 不能教人 德行就是断烦恼 众生有烦恼 佛菩萨没烦恼 要把断烦恼 摆在底下 断烦恼是解 再进一步是定 借 治不了的 定 定就付出了 付出之后 自然开智慧 因为智慧是自信本聚的 障碍没有了 智慧就往外偷 障碍少 他偷得少 障碍没有了 他偷得多 障碍完全没有了 他就完全偷出了 所以界定都是 福获得 烦恼无精 是人断 烦恼断尽了 才学法门 法门无量 是人学 无量法门 学起了不难 龙树菩萨 只花三个月 就把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叫 通了 全通了 三个月通 为什么呢 他没有烦恼 所以一通 一切通 我们 能找得到证据 在慧能大师身上 潮 慧能大师 开悟 跟龙树菩萨一样 明星皆行 慧能大师 对于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教法 通不通 通 教通 禅通 密通 没有一样不通 你看法达成 一门深入 常识训修 读法华经三千遍 法华经长 一天大概能念一步 那三千步就十年了 十年 一门深入 常识训修 他没有得定 他没有得定 没有开会 到潮西 去参访六祖 离拜的时候 头没着地 他起来 六祖问他 你的三拜 头没着地 你有什么 觉得 骄傲的地方 他就说了 他念法华经三千遍 值得骄傲 六祖就问他 法华经讲些什么 他答不出来 向六祖请教 六祖是这个经我没听说过 六祖不识字不会读经 你念给我听 法华经二十八品 他念到第二品 方便品 六祖说 六祖说 行的 不必念了 我全知道了 讲给他听 他该误了 再离拜 头就照听 这就说明什么 真正 民心 建心之后 这个经呢 不需要听 听完 听几句 就明白了 无论是 郑宗分 这个续分 郑宗分 流通分 随便拿一份 听几句 就明白了 所以 世尊四十九年 三个月可以学完了 真的不是假的 必须烦恼无精 十元断 断掉了 再学法门 就立刻就通 长通无阻 最后 佛道无上 是远臣 成佛之后 才能剥夺 这个成佛 广义的说 朕的 原教促住 就是成佛 断一平无名 朕一份发神 发神大死 华阴经上所说 四十一位发神大死 那就是成佛 他就能统一切法门 发神大死 就有能力 化无量无边神 清净无量无边祝福 供佛修福 我们不能跟世间人走这种 这扩修教修法 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 我这三个老师 方冬门先生 张家大死 黎宾南老去死 都是教我走这扩之道 我非常感恩 走现在一般学校的 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 做不到 学得再辛苦 学得再好 成为一个学者 学校哪个博士学会 大家成为你 佛修教 佛修大死 你所了解的是 佛修常识 一切经论你都读过 你下过功夫 你讲得头头是头 你也可能著作等身 但是 与兵心见信 与三位毫不相干 那是什么 那是变量值的佛修 这个我们很遗憾 感谢大家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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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